不用到戶外就能移動的太陽能車 靠著手上的魯素燈就能讓它繞圈圈 還有這項發明也很驚豔 這是一個創意吸塵器 然後這邊有裝電池跟馬達 然後馬達電池打開之後 電源啟動 這邊會有風扇 風扇會把風帶出來之後 這個地方就會產生吸力 然後這個地方就很像我們的吸塵器一樣 可以吸灰塵 這些都是高雄始索國中小學 跨校合作所設計出來的科技教具 好玩又能促進學習 跨校交流 解決偏遠學校失資不足的問題 打造複合式的教學環境 有很好的教材跟課綱架構的配合 再結合最好的軟體硬體跟資訊的服務 我想這個大大可以提升 我們學生的生活科技的素養 跟資訊科技的素養 高師大與全球視訊教育業者合作 發表遠距創新與科技實作示範課程 業者捐出10台86吋智慧互動電子白板送給參與的學校 希望解決偏鄉資源問題 展現台灣教育科技技術 我們的軟體是100%是在台灣做研發 所以台灣的教育科技 我們的軟體我們的硬體已經走到全世界最前端了 透過遠距科技打破教室教學框架 也增進學生主動學習效率 加速人才培養提升未來國際競爭力 人間衛視黃國中高雄採訪報導 科技術 科技術 散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